大家好,我是国爱秀三 这个视频呢,咱们终点围绕着半导体板块金电瓶 那么半导体板块呢,今天在线十字星 有没有坚定呢 然而呢,结合个股像 威尔股份三光电,北方华创 招一创新,四蓝威 长电科技,做出技术电瓶 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一域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尺寸的一个表达 那么像今天半导体板块尺寸呢 说的是一个缩量十字星 那么缩量十字星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多空势均力敌 那么多空势均力敌的话呢 又意味着又会再一次选择方向 就是多空角逐势均力敌 那么呢,它势均力敌只是一个短暂的 不可能一直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好,那么对半导体板块尺呢 咱们再回顾一下前面的一个两大核心四角 两大核心的一个观点 第一个核心观点的话呢 是因为它的趋势没有坏 没有坏的原因呢 五十三一百四十呈现独特排列的一种状态 这是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的话呢 也是事实上咱们用这个视角进行跟踪 跟踪的话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一直在延续当中 第二个视角的话呢 是属于高点和前面 高点和高点相连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 那么就趋势压力线 那么趋势压力线的话呢 在前面在这个阶段 它是有震浪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调整的需求 然后的话呢 还震一下 震一下 然后呢 向上突破 突破中呢 是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 那么当前的话 我们把图形放大一点 好 图形放大一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当前的一个走势 怎么去定位它 我们把前面高点和高点相连 好 高点和高点相连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是可以把它 依然可以把它作为这种突破之后的 回踩的一个动作去看 好 这是对半斗力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 那么不过呢 今天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的受盘价呢 他收在了五军下方 那么为什么说是收在五军下方 就格外要注意呢 因为从我们的6月17日以来 123456789101112 12个交易日当中 连续12个交易日当中 那么前面11个交易日呢 不管他怎么增荡整理 那么他始终收在五军之上 那么今天呢 他收在了五军之下 五军的位置呢 是3211 那么今天收在了3198 那么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 那么接下来 他能不能重新修复五军 至关重要 能修复五军 他还代表的是强势的一种特征 如果说呢 接下来收在收不上五军 不能快速的 重新站稳五军之上 那么他将进入这样的一个 震荡整理的一个阶段 好 这是一个视角 就属于咱们前面呢 是把高点和高点相连 这一点呢 是要防范 第二的隐患呢 是属于前面呢 咱们在表达这个节点的话呢 是做出这样的一个注意的 注意什么呢 一方面 趋势没有走坏 但是呢 他对应的涨的过程当中 量的是缩减的 量的缩减的话呢 对应的他同样在涨 但是呢 对应的内部 会是一个分化的一种状态 可能有些个股的话呢 率先见顶 有的个股的 还在处于补涨轮动当中 还在甚至还在不断新高 所以说呢 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上涨 而是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量能体现下呢 更多的是一种分化和轮动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对于半导体板块 指数的一个根中 视角的话呢 首先下方一个是趋势线 那么呢 随着均线的一个上 顺延 那么接下来呢 13年均线 也将接触 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的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考察这个位置 能不能锁得住 然后呢 如果说想要保持强势呢 他必须重新站回五军 这是对于半导体板块 指数的一个表达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好 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于半导体板块指数呢 他又呈现了6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顶背离的一种态势 指数给的高点 MSD呢 对应呢 是没有同步 它是属于顶背离 many顶背离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么顶背离调整过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呢 那么前面其他也出现过类似的 例如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呢 他也是呈现这样的顶背离 但顶背离过程呢 它是有个增浪 增浪当中 它增浪的幅度并没有这么大 而且呢 沿着这样的趋势线上行 或者是要始终收在五军之上 然后呢 又修复上来了 好 例如说呢 他在前面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他也出现过这样60分钟 好 也呈现过这种60分钟级别的顶背离 顶背离呈现过之后呢 他却也是回落 回落过之后呢 又重新站了上来 好 所以说呢 对当前半导体板块指数的一个态度呢 一个是量能 而言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缩量的状态 如果说量能 持续缩量的话呢 那么他始终是个隐患 防范的是调整 那么调整的话呢 那么首先调整分两类 一类的调整呢 是属于短期的 就属于上涨过程当中的调整 例如说呢 像这样的阴线 像这样的阴线 像这样的一个阴阳交替 这样的调整 反而五三大雅 这个五三大雅的话呢 它的一个节点在什么核心呢 它的节点在于 从它的一个突行上面来看 用均线的一个时间呢 回踩始终不破13年均线 那么波段不坏 这是一个维度 就是呢 如果他调整当中始终不破13年均线 那么呢 均线还是53 还是省出于向上 移动的一个过程 MICD保持临组上方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呈现了一次是属于 将死不死 空中加油 好 那么呢 再走一步加速 那么这个位置呢 MICD接下来能不能形成死差 很重要 如果就形成死差了 那么呢 它可能震荡的幅度 或调整的幅度会加深 那么呢 不妨进一步的降低仓位 或者是试探避险 如果这个位置始终形成不了死差 而是呢 将死的位置又重新再度进差 或者呢 刚刚死差立马又进差了 那么呢 就属于震荡当中 破了一下趋势线 然后呢 又重新站上来 站上来 那么呢 再重新做一个观察点 后面看它能不能补 能不能量 能不能补量 好 这是半导的板块指数 也说当前的话呢 是到了 必须要小心翼翼的一个 节点上了 好 这是半导的板块指数 那么呢 用技术的一个维度来看 它就是先坚守 这样的一个趋势 线的位置守不守得住 同时到时间局限 顺延往上的话呢 那么在下一个交易日 或下一个交易日 那么时间的局限 应该也会达到 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的 一个节点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技术的 一个关键的 一个参考 那么具体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可以去 好 对应的例如在3150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来去看 好 这是半导体板块指数 然后我们再来看 半导体板块当中的 一些代表性的个股 例如像文尔股份 好 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个股它的节奏 它的一个节奏 就是属于上涨下跌 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有的呢是属于先掌 有先掌的往往先见顶 后掌的往往后见顶 好 那么像维尔股份的话呢 维尔股份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当前从技术表达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的还使在 这样一个大的上涨结构当中 而且呢 是处于前面给了新高 给了新高过 之后呢 咱们对它的定位呢 是属于 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回踩的走法 回踩法呢 连续两天 依然收在五军的上方 就是今天的话 还没有破五军 没有破五军的话 前面高链和高链相连组成了这样的趋势支撑 好 就是这样的趋势压力突破之后呢 压力转化 支撑 那么当前是可以把它作为突破 做的回踩来看 它只要不破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后面大概率是有回踩过之后 只要不破 大概率的话会有一些相差反弹的动作 msd的话呢 在灵州上方金插的状 金插的状态当中 这是维尔股份的一个技术表达 而且像维尔股份的话呢 本身它又有基本面的一个公正 这个基本面的话呢 体现在例如说在7月1号业绩预告的业绩的预告业绩 2020年1到6月份归属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126%到146% 好 然后呢 在它的一个财务分析当中 那么2020年的692 包括了2021年的一季度 那么它的一个归属母公司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然后呢 净利润增长率分别是像1200 1100 480 133 它就有这样的强大的基本面的公正 强大基本面的公正的话呢 不过它本身也是属于这种大牛股的一个呈现 你也说呢 也说呢 从它 上市以来就属于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节奏 是属于还是上涨上升通道当中 上涨的这个节奏当中 好 那么大的方向呢 是大的一个趋势角度来讲呢 我们会发现114年均线 依然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好 114年均线 114年均线 好 那么小的一个节奏点的话呢 是属于当前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突破 平台突破的话呢 那么这个节奏呢 就是一个坚持的位 回踩不破是机会 破的话呢 它们进入这样的一个 重新回归到这样的一个震荡当中 震荡当中 如果说重新再度站上来 如果说带量 那么呢 它又重新作为一个新的 跟踪视角 如果说呢 哎 破了站不上来 那么呢 防范走弱 好 所以说呢 顶部和底部 它是有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出而就的 但是呢 从交易应对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 坚守的就是下方这样的一个趋势 支撑线 好 这是无二股份的一个技术表达 然后我们再看三安光电 那么对三安光电的话呢 咱们的解读 包括措辞 以及呢 它的认 它的一个定位就不同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像三安光电的话呢 从八个六毛去涨到三十六块四毛四 哎 大家有没有注意 像咱们前面 给大家分享的 有一个专题的视频 叫做 盘口密码系列的 就是针对你呢 就是 经过连续的上涨 一波连续的冲高过之后 激励一定涨幅之后 再出现了 哎 毛日 盘中最高价 后面呢 说之呢 是叠字 列数呢 三十三块 三毛三 三十五块 四毛四 五毛五 六毛六 二毛二 一毛一 七毛七 八毛八的 九毛九等等 有这样的叠字 要格外小心 因为呢 它既可以 可能是 呃 侥幸 或者既可能是 这种 这种巧合 也有可能是 操盘手 或者是 后面 主力专家背后的 留下的痕迹 好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 如果说出现在连续的冲高 再冲高 激励了一定的涨幅之后 出现在了 这样的价格的话呢 防范见顶的 可能性 这个只能说是可能性 而不是一定 它没有不存在一定的一个关系 但是呢 就要预防 好 列数呢 像三安光电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 在这一天的话呢 对应了在六月二十三号 当时呢 盘中最高 出现在三十三块三毛三 当时给他讲了 他的邪音闪闪闪闪的意思 那么要小 要防范一点 那么防范过之后呢 当前他是连续这样的调整 能以调整过之后呢 今天又出现这样的数量十字星 数量十字星的话呢 代表的是多空势均力敌 尤其连续下列州的 出现多空力敌的话呢 反而不是件坏事情 但是呢 对于三安光电 接下来我们要 观察的一个接点是什么呢 那么前面 好 一个是前高成压 一个是三十三块三毛三 这样的一个 特殊价格的一个 警示的一个作用 咱们前面做出这种点评 然后呢 给他讲到可以去 反正就是留意一下即可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他的走法呢 是从二十二块七毛六的位置呢 这是一个平台突破 这是一个中枢 中枢的延伸 现在离开段 好 而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回落下来给他三买 反弹向上走 前往再回落 回落和前面高点有接触 有接触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观察点是什么呢 对应的观察点 日开 先等待一个底分形的成立 底分形成立之后呢 不破前面地点 不破一百四十四面均线 那么呢 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中枢 来看待 第二个中枢之后的话呢 那么再去观察 向上 好 就是这个结构呢 一旦走完 这个走完 首先先出现一个底分 底分的话呢 如果是强底分的话呢 那么就是一个机会点了 没有出现强底分 没有出现这么个底分形成之前呢 可以多多一个等待 好 一旦出现底分的话呢 那么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中枢 下上下的中枢 而后的话呢 期待再向上走离开段 或者说呢 再向上 如果强的话呢 向上离开段 弱的话呢 反弹不突破前面高点 就是卖点 卖点的话 防范的是反向运动 好 这是三光电 一旦的三光电 连续调整出现四字星 说那样 那么本身就有一定的 四均力敌 即将变盘 但是呢 如果说后面出现 这样哪个 根据资金移动 如果说呢 回这个位置呢 可以对作为新的中枢的组件 这个中枢的话呢 可以和下方同级别 同方样的 好 这是三光电的技术表达 不过呢 像前面这个节点的话呢 像33块3毛3 这个位置 相信呢 有的朋友应该是 有在这个节点呢 就在这一天 或者在第二天 有这个节点的话呢 有降临仓位的 或者是有这样的应对的 那么呢 相当于躲过一截 如果说没有应对的话呢 但是听到 那么以后再遇到类似的 多一个 观察点 就是多一个视角 多一个视角呢 就是不是说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 最高价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号 说是他就一定会怎么样 但是呢 你多一个观察的视角 多一个小心的应对的一个视角 那么呢 自己总是有被武汉的 这三光电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 你看像北方划创 北方划创呢 就比较大 哎 北方划创 二十二百九十五块七毛七 大家觉得 这是不是巧合呢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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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形当中 这是属于 潮盘所留下的 这样的痕迹呢 还是属于 完全巧合呢 不过这个位置就算是二百三十八块八毛八 当然了 对于粉丝朋友来讲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 在公 在评论出境留言 认为是巧合的 你就完全回复巧合 认为呢 哎 冥冥当中 可能有一点点规律的 或有一点点 人为痕迹的 那么可以回复个人为 看看大家怎么想的 那么对于北方划创怎么看呢 从一百三十三块五毛三 这个位置是一个 平台突破 然后呢 五十三一百四十多路排列 然呢 整体上涨的话呢 他是 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的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呢 他是盘中多次 回到五军下方 那这就收上来 但是呢 从趋势线的角度来讲 他始终保持这个趋势线的上方 那么这一天呢 咱们也给出过 点评点评的节点呢 一个是最高 跌至二百九十五块七毛七 这是一个 嗯 警示的一个信号 这本身的话呢 就是连续上的 出现这样的一个单根长商营 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位趋势 都是一个预警开线 预警开线的话呢 那么一个是防范的是顶背离 防范的是 嗯 用什么逃顶三部曲来讲 顶背离 或者是有没有出现资金转动 或者是破位 那么其实呢 像今天的走法的话呢 虽然说是低开高走 假阳线 但是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破位的走法 就是他已经破了这个趋势线了 破了就破了 从军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他盘中破了十三年军阶收了上来 所以说呢 他的走法呢 如果想要 想要走强 他必须重新站稳这样的趋势线 好 我们把图形给他放大一点 好 图形放大一点的话呢 也就是说 这一次个我想要走强 回归到强势 他必须重新 回归到这样的一个 趋势直升线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来 好 也就是了重新站上五军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前面这是一个跌至最高 这是常商引预警开线 预警开线 就是这个破位 破位呢 如果说后面向上能够重新站上来 那么他有机会 只不能像这样的接电话 他就呈现这样的链架背离 好 这是北方华创 那么呢 当前呢 收盘最终还出了十年均线上方 如果说呢 接下来他正能当中 还能够带量 向上反弹 而是让十年均线使用不破 那么还他有可能 逐渐一个更高的 这样的一个 震荡整理 这样的一个平台 如果说再一次往下 十年均线也收不上来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趋势线也收不上来 那么对呢 他就是一个破位的做法 就是可能要开启他的一个调整的下跌周期了 这是北方华创 所以说我们用用趋势线的一个视角来作为衡量 好 那么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造一创新 造一创新 好 那么像造一创新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我们再去观察 好 那么他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其实当前 也是连续多天 从六月十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个交易日沿着五军线的爬升 只会在爬升的过程当中量能表现的有所衰竭 好量能有所衰竭的话呢 那么在昨天带出这样的一个上影线 带出这样的一个失智星 小小银星 但是呢还不破五军 而今天呢直接跳空低开 收在了五军之下 又带有上影线连续的上影线的出现 而且呢 他作为优七十浪 今天这个人开线的话 他一是破了五军 二的话呢 我们把小周七的站的地铁和地铁相连 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破位的走法 所以说呢 明天必须给强反包 就明天当然给不了 明天是周六啊 下周一 如果说给出强反包的话呢 他还能重新回味到强势中来 如果给不了的话呢 那么耐心的等待 因为这个位置 他是可以组建一个日开的顶分型的 顶分型组建完成过的 如果说向上不能给反包的话呢 那么等待一笔下 一笔下等待的话呢 最起码啊 从高到低 最少呢是有五根开线 最少是有五根的 然后的话呢 出现一个什么时候出现底分 然后呢 又不破下方这样的平台 才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这是造成创新 所以说呢 虽然说同在版道理方向 但是不同的个股的表达 技术图形不同 它的技术关键位不同 好 以及呢 它对应的机会和风险的一个看法 也略不相同 然后我们再来看四南威 四南威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 它实际上的话呢 昨天是属于高开 冲高回落一根阴线 今天的话呢 是低开高走 给出来这样的一个微微有料 不过呢 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对于四南威这样的个股 它作为趋势龙头去看 当前的话 坚守十三年均线 十年均线不破 谁也不知道 它会不会再给新高 甚至说呢 它上上能够走到什么位置去 其实呢 对于趋势类型的个股呢 我们有趋势的眼光去看 好 不忙不去拆 不忙不去拆 那么三线凿盘的话呢 其实对于这类 这个类型的个股来讲呢 例如说前面 这是一个平台的 突破 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好 突破过之后 我们来看 把十三年均线的作为它的一个波段线来去看的话呢 它还是有效的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这个位置呢 还始终没有破十三年均线 这个位置的震荡震荡 然后呢 再进行走起啊 如果整个半导体 整个半导体还能得到制定的持续炒作的话呢 那么四南威 它作为趋势龙头去看的话呢 我是看不到它的顶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目前为止 它没有走出来之前是看不到的 或者是猜不到的 只不过呢 接下来还有方法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震荡当中 它破了十三年均线 破了十三年均线呢 没收上来 没收上来的话呢 它首先这个位置又会变成一个压力区 好 变成压力区的同时 那么对应的 它会有一个技术条件的公正 MICD高位时差 一旦出现高位时差的话呢 那么它可能会面临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 先不说见不见顶 最起码呢 如果说出现这一这种类型的调整 其实也是够很多人吃喝一壶的 所以说呢 像这种个股计方面 有一些就是呢 有一些高的一个 就是个股本身的一个位置 涨幅都记得比较大了 就属于偏高了 因为高出不是寒 云端之上 另外呢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它拒绝实施 五四三一百四四 它出现多多排列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 从它的一个低点和低点相连 来讲的话呢 它也属于这样的趋势加速的一种状态 只要十三年均线不破 它可以属于坚守 好 这是四栏位的一个技术表达和看待 好 那么从出马来看到 下方出马还算稳定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个股坚守十年均线 十三年均线破了 那么对应的MSD 估计呢 也会形成高位死差 公正 那么呢 它可能会调整的幅度 会形成一个 那可能调整不是一天两天 能够能够搞得定的 所以一定要防范风险 如果不破的话呢 在这个阵阵阵 它依然有机会呢 再给新高 好 当然这类个股呢 肯定不进去追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长点科技 长点科技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一个走法就属于 好 前面呢 基本就没什么涨 没什么涨的话呢 从31块1毛8的位置呢 它是属于 好 前面给从 咱们从小周期的一个 维度来就看 小周期的维度来就看的话 那时候从48块9毛8的位置下跌 跌到31块1毛8 这个位置呢 它当前的一个走法 比较好的地方在于量价齐升 好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次呢 从均线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 当前 它又是属于价格呢 重新跳空高开冲高 今天呢 最高的时候呢 冲到什么位置 我们来看 最高的时候呢 冲到了 好 7.35% 好 方量 那么呢 站在了140年区域上方 然后的话呢 对于 产电科技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从31块1毛8 冲高 是一笔下 然而是一笔上 一笔上的话呢 这个时候 用一笔上的延续来去看 延续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 好 一方面 它可以顺应是往上走 在没有吹烟顶分之前 只不过呢 像连续吹烟这样的私心 也代表了有一定的资金分歧 同时的话呢 上方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压力所在 虽然也要防范的是冲高回落 但是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如果都回落下来 和前面的位置有接触 它又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中枢的组件 而后不排除这项上走离开段 这种残略的视角 就是冲高之后 那么当前还是属于这样的顺严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从均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真正的一个观察点来讲 53上场140行动生动多多排列 它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新的一个观察点 好 这是长电科技 好 那么当下来讲的话呢 我们再看这一段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结构 看更小级别 更小级别的话呢 我们来看 好 就从 好 我们出什么位置呢 我们从33块4的位置来进看待 33块4的位置来进看待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节奏点 好 这个位置呢 是下上下组件了这样的一个中枢 中枢组件过之后呢 而且这是一个偏向于奔走中枢的一个表达 好 然后的话呢 再向上 向上 向上的力度的其实并不弱 好 向上的力度并不弱 如果回落下来不破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它依然有机会呢 回落过之后不破前低 好 不破这样的平台 反而呢 是依然是机会点 有可能再出现 向上 向上拉伸和向上反弹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机会点去看 好 这是长电科技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会发现了不同的个股 它的一个风险 机会的 就是它的一个风险系数 安全编辑是不一样的 好 这是对于半导体方向的一个解读 好 至于说像街街微电呢 像其他的咱们在后面的视频再进行点频道 好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巩固经验飞行 而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最重要的话呢 还是说 对市场保持永远 就是一直保持敬畏之心 仓位灵活 然后呢 应对灵活 技术应用灵活 好 再见